农村一种野草,它叶子像枇杷的叶子,而果实呢却像枇杷,但它又生长在地下,所以就被人们称为地枇杷,我国南方地区非常多,果实成熟是在6月份,相信很多农村的朋友们小时候都吃过它,现在网上的价格是几十甚至上百元一斤,可见它有多珍贵,喜欢植物类视频的朋友们,请加个关注吧,谢谢大家支持。 地枇杷又名地果,椰堤瓜,碧瓜藤,碧石六等,十三颗绒鼠多年生四季长绿藤本植物,形态特征,地枇杷为多年生落叶匍匐灌木,晶圆柱形或掠扁,棕褐色,分枝多,单叶护生,叶柄长,叶片卵形或倒卵状椭圆形,或是为圆形瘦果,生长习性,地枇杷常生长于山坡,田地边,路旁,林边,灌丛边,等, 它既耐干旱,也耐水淹 主要价值 1.食用价值 地枇杷的果实成熟是淡红色,方向四溢,甜香卤米,营养丰富,即可鲜食,又可加工成干果,果酱和果汁等 2.绿化宝土价值 地枇杷四季长绿,轻慢纵横交错生长,能将表面松土牢牢地网住,对防沙固土和圆林绿化有很大的帮助 3.观赏价值,地枇杷可作官果,官业吊挂盆景,它的金蔓翠绿而飘逸,长成后有种腕条垂下绿丝韬的感觉 一形成良好的群体景观 4.经济价值,地枇杷繁殖非常容易,果实营养成分含量丰富,只有农村和少数城镇居民吃过 成意和网上有人高价在卖,如果将它开发利用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好了朋友们,对皮爬就介绍到这里,更多植物介绍持续更新中 谢谢朋友们关注与支持